假如要用VBA来处理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开发人一定要叫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是VideoBed 这个上礼拜一模一样的动作 那再把它缩小 心理移动它它就会缩小了 为什么要缩小呢 基本上是看着 你要做什么事情 也许这边H栏多一个VBA 也许我们要把VBA的结果输出到这边好了 那么分成合格不合格 再来就那个ABCD 那输出的位置的话是在 假设是在那个H栏 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 一样就是按右键 因为它现在没有模组 那你就是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发现之前同学 蛮多是没有加模组 那第二个就是 还有一个可能同学 插入模组之后 他不知道自己插入模组 又再插入一阵模组 然后因为他可能这边被挡到了 他不知道 好像没有 就要一直插入好多好多好多模组 然后每次打完一直说 老师我的城市不见了 我说你其实没有不见 在这里 OK 因为太多了 你这边可以移动一下 只要一个就好 所以你其实把第二个移除掉 按右键 要不要汇出佛就好 先一个 那你老师我可以多几个 可以啊 以后如果你写了很多个 很多的sub 很多的城市 你要分date的话 你可以把它取不一样的名称 不一定要叫module one 你可以叫其他名称 这边可以改 那样的部分可以修改 比如说你这个是针对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啦 反正 将来你可以做的很有弹性的 可以就是管理这些模组 可以把这个名称做变更 理论上先一个就好了 那再来你要做什么呢 因为你将来需要一个按钮 假的这边有一个按钮是成绩 然后按下去 输出合格不合格 在旁边有个清楚 按下去就清楚 所以呢你的直觉啦 其实怎么赚写 其实像我做一件事情 我就一边看 然后一边写 一边看一边写 所以呢 你下面要做什么事 都是看着你的需求而去赚写的 都不是好像你凭空想出来的 那你只需要知道说那个流程 你该做什么事啦 再来就插入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呢 也许我是叫做成绩好了 所以我就给他一个名称 叫成绩 那这边就有一个sub叫成绩 那再来字太小 顺便讲一下 这太小了 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呢 有一个叫撰写风格 请你把字稍微至少改到至少12了 否则的话你看得很辛苦 到时候你能眼镜度数增加 或者是 就是尽可能把字放大一点点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我会把它放到14号字 好 再来的话你要做什么呢 合格不合格的判断 那把它做判断 我的习惯 会先按个tab键 下一阶 然后撰写什么 一样 for i 就是第几列 第二列到第七列 所以二到七 那如果你忘记的话 参考一下上礼拜的部分 enter两下 nets 再一个tab tab什么呢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sales 有没有 这个应该有印象 那特别是用 输出写在前面 输出什么 写在后面 sales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栏呢 我输出到h栏 那h栏你可以 书写一个那个数字 应该是8啦 或者是用h啦 不过我觉得用这样 h比较好 好去 就是一看就知道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你必须要 给它合格或不合格 不过后面呢 上个礼拜没有逻辑判断 就打一 可是这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合格 一个不合格 所以 这个应该放什么 比较好 这个 所以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多讲一个 如何在VBA里面 做逻辑判断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在VBA里面 很多地方都会需要用到逻辑 那我们怎么做 请你一样 Enter 在VBA里面逻辑一定是if 一样是if 逻辑的话呢 请你打在哪里呢 打在这个中间 就是if跟 这个后面空一格 然后呢 因为我的 这个判断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我的一栏 里面 但是是不是同一列呢 同一列的一栏里面的资料 去做判断 所以我撰写方式是这样 if sales idea的一栏 你就把这个打上去 其实输入的方法都一样 大于等于60 空一格 then else enter两下 end if ok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今天又多学 上礼拜是for nest 今天的话呢 在for的下一阶 以后如果你要做逻辑判断的话 它会有个固定的用法 if 前后都有空白 这个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当你的一栏里面 同一列的一栏里面呢 大于等于60的话 then 就直进下一行 else 反之 就直进 else的这一行 ok 所以我们基本上打完之后的话 可以把刚刚这一行 放到这个的中间 我喜欢按一个tap 下一阶 一阶一阶一阶的 这样看起来会一目了然 你就知道if else end if 这些如果少一个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 程式就会跳出红色的字了 因为它一定固定的结构 如果呢 它是大于60的话 那就合格 所以把这个合格打在这里 反之的话就不合格 那可以把这一段 按ctrl键 或者ctrlc ctrl键就复制 复制一样的意思 不合格 按ctrl键这样拖拉就复制 一样 就跟ctrlc ctrlv一样的道理 好 程式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执行看看 怎么执行呢 当然你在还没有 没有增加按钮之前 上面有个执行按钮 你可以按下去看看 看看它会帮你执行 一样的结果 按下去 有没有 合格不合格 跟这边一样 好 那清除的话 其实清除 如果你懒得打的话 你可以把上面 ctrlc ctrlv 改一下清除 然后不用逻辑判断了嘛 所以这个结构可以拿掉 也直接把这个不合格拿掉 这个意思应该还记得了 清除嘛 对 所以把它按一下 清除 资料就清除了 OK 那你也可以 之前我是讲说 不然你干脆先把清除做完 再复制贴过来改 可以啦 这样好像也OK 反正看哪一个你比较顺畅 比较记得起来 好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完成 当然最后 做完之后呢 你需要 两个按钮的话 应该还记得吧 插入 那个控制项里面 有那个什么 这个 你就直接把它拉一下 乘积 然后这边把它再贴上 OK 再拉一下 不过 你会发现 你再拉一下 怎么样 好像都不会刚刚好 有的同学还要一大一小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其实呢 如果你要避免一大一小的话 有一个方法 就是这样 我再把它 复制 贴上 移过来 一样大了 对不对 应该都一样 不可能不一样 OK 然后 指定聚集 有没有 这个地方 等于就是说 你把它重新指定 清除 再复制 清除两个字 贴上 这样就一样大了 OK 如果位置 位置不OK的话 其实好像你可以 可以向左向右移动 因为有时候你这样 这样滑鼠移 有没有 很难移到刚刚好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可以配合 那个上下左右键 微调 有没有 我按向左 它就向左一点 一点点 那这个方法跟那个什么 Photoshop那一样 Photoshop微调也是一样 上下左右 好 还有呢 它的格式 按按键键 两个都可以选取 其他还有什么格式 这个格式好像就 就不能动 它就是长这样子 那另外的话呢 除了说呢 你这个按钮 可以用这种 比较自视化的方法 就是表单空之外 其实如果你要做得漂亮一点 或者做可爱一点 你也可以用美工图案 或者是图案都可以 比如说你的成绩 成绩的话呢 假如说我们随便用一个图案好了 比如说这边有没有比较比较像 假如我随便用个笑脸好了 这个笑脸 那你当你可以换个颜色 但是你现在按它没有作用 它就这个图 可是你按滑鼠右键 这边有个指定聚集 成绩 对不对 按确定 按下它 一样会直行 那如果你要再换一个 清除的 比如说这个用 用这个清除X 这样有没有 然后换个颜色 红色 按右键 指定聚集 清除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不过现在应该没有资料 按清除 也可以 那除了说呢 可以用那个 比较正式的 你也可以用比较活泼的 另外在美工图案 或者图片上 也都可以 没有说一定规定 只能用这个按钮 所以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这两段程式 马在云端上也有了 不过最好 可以的话 就是把这些动作都习惯 因为你做熟了之后 这些动作其实很直觉的 那主要是 学会这种 有点命令式的语言 可以帮你 命令那个 Excel 去做什么事情 那你当然可以 重复做一些事情 除了说可以在 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你当然可以跨很多工作表 或者很多工作部 其实都是办得到的 那这些的 主要的回圈 逻辑判断 在任何的VBA里面 都会 经常性的出现 只要你需要用到 逻辑判断 那就会需要用这些东西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多应 试试看 那么